陳時中人格缺陷是他習慣性甩鍋 當你問他有沒有的時候 他先跟你含糊的講 然後最後說沒有啊 躲啦閃啦沒有擔當嘛 可是這不是政治人物應該有的心態 大家要先討論說 你的共存到底是要玩真的還玩假的 玩真的話就是要徹底忽視Omicron的影響力 就硬幹硬扛喔 你如果玩假的就照樣告訴我說 一定要24小時之內活化 因為你覺得他感染力很高 致死率很高 那才會是繼續維持24小時之內活化 所以我們先這樣講 我個人在這個立場上面 覺得是指揮中心自己要下決定 不一開始沒有疫苗嘛 因為這個病不知道是什麼病嘛 一開始大家比較可以體諒 可是後來疫苗都打了 你當然就是慢慢調整了嘛 各國都是如此啊 對但我們沒有調整啊 而且我先這樣講 陳時中人格缺陷是 他習慣性甩鍋 就是當你問他有沒有的時候 他先跟你含糊的講 然後最後說沒有啊 其實我沒有說啊 那你習慣性甩鍋 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嘛 你昨天講的那個例子是最接近的 就是超商那個人為了要勸人家戴口罩 結果被殺嘛 對被殺死了喔 然後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又沒叫你要戴口罩 確認要戴口罩 可是問題是他發的公文 我特別去查出來叫做該當處所負責人 對嘛 你明明公文寫 你現在又跟我唬爛 你又在那邊騙 我跟你講這裡就看出他一種個性了 躲啦 閃啦 不願意擔當 沒有擔當嘛 可是這不是政治人物應該有的心態啊 你也許在民間這樣子混可以 我跟你講這件事對他選市長是大傷啊 這件事很多人不以為人你要不要擔當 你就扛嘛 出來講的話 其實我不反對 因為你出來扛 那就表示你是基於你的專業判斷 從去年延續到現在都是高傳染力的病毒 你認為應該要立即火化 那很抱歉 請各位這個商葬家屬為國犧牲 過去兩年 就是就是說Alpha跟Delta 他確實這樣決策啦 就認了嘛 可是你現在再做調整再說嗎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 不是為了要打陳時中 而是國家如果決定一個 違逆倫常的一個做法 請給這些家屬一口氣 發洩的機會說 對不起是國家對不起你 但依據傳染 不是要打他 就是說你這個事情就已經發生了嘛 對 那你總要有擔當出來說個像 符合真實的話嘛